第二人能不能請他們來登記 好 謝謝 是不是請我們蔣部長 不是 陳部長 抱歉 委員好 部長 雖然看守內閣 我們也並不是說不能做事 但是就是說您於看守期間 做出了幾件非常重大的勞工政策的改變 也的確蠻令人砸舌的 那我們當然比較受爭議 包括低薪白領外勞的政策的開放 那當然還有三八婦女節的時候 送給我們一個違反法律的行政解釋 然後當然我們還在講說 這個還沒看守選前 對於這個國定假日的七天的拿掉的事情 那事實上呢 本來對於一個 您剛才已經表達得很清楚說您大概不會再留任了 本來是說沒啥好說的 不過因為您任期內這麼重大的勞動政策 的確在您即便是要不留任要下台之前 我覺得我們還是有必要再釐清一下 要需要再討論一下 以這個補乳婦女的這個所謂的午後十點到 凌晨六點的這個事情來講 我覺得雖然你已經同意我們要撤銷這一個 修正的函事了 可是我必須要再跟你們溝通一下 對勞動部而言 你知道對女性勞工的保護政策 我們永遠都不嫌多 事實上台灣做的對母性的保護 或者是女性的保護 好 當然有些女性不喜歡把女性變成 依偎在孩子生產或哺乳的 的這個位置框架之下的母性保護 可是那的確也是一個事實 我們還是需要母性保護 如果比你德國的規定的話 德國根本不准產後婦女 去做體力負重的工作 也不允許說讓婦女 產後的婦女 去做那種持續站立的工作 或是駕駛的工作 所以當然的夜間工作 我們德國的法律規定 雇主有將之調任到其他 這個調任到非這個大業的時段 去工作的義務 所以雇主 法律刻意雇主 必須要履行調任義務 結果我們今天我們的國家的勞動部 結果是剛好是反其道而行 就以說自願加班 只要這個切解自願加班 或是切解沒有這個照顧 哺乳孩子的需求 就可以這個架空了49條 我有講過嘛 49條的構成要件不是需不需要哺乳 構成要件是只要是認成和產後 就不可以 那甚至呢 世界衛生組織也講說 事實上哺乳啊 應該也不是只有一年 其實還是希望能更長 但因為一年對台灣而言 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就不討論 到底要不要再增加 但是我必須要講 您剛剛講的非常 講到社會的重點 他說可是我們想要啊 可是有婦女想要啊 因為夜間工作薪水比較高啊 我覺得講這個話是令人相當的悲哀啦 就是說誰會選擇犧牲自己的健康 而去上大夜班 其實就是低薪啊 沒錢啊 缺錢啊 如果不是因為低薪 薪水這麼低 不是因為缺錢 誰願意呢 丹麥的癌症學會 癌症流行病學研究 報告 夜間工作提高了勞工的癌症風險 上夜班者患乳腺癌的機率增加四成 如果一週至少三個夜班持續六年 患乳腺癌機率倍數增加 那事實上也不只是女性 男性也是一樣 夜班工作的男性 罹患前列腺癌的機率也在上升 所以讓人民免於被迫加班 以充高工資的結構性難題 這個是一個政府必須要痛定思痛 不能昧於現實 簡單無比說 他沒有照顧小孩子 親自哺乳的這個需要 叫人家謙切結束 然後規避了 國家到底對勞工的 這一些保護 勞工勞動條件保護的政策上 要負起什麼責任 人民希望國家負起的責任都還沒做到 竟然這麼著急著就要違反法令 去放寬修正的函事 我們在這裡真的是 覺得相當的沉痛 所以我們今天講說 只有低薪窮的勞工 需要那筆錢的勞工 才會說你給我工作 所以雇主掌握了決定薪資結構的絕對權利 而國家和政府也決定了雇主能不能這樣子做的權利 結果政府失責 雇主希望勞工在這個大業的時候 有更便宜的勞動力來使用 更方便調度的勞動力使用 結果就這樣去違法放寬 無形中變成勞工為了增加自己所得 沒有國家保護之下 養家活口 糊口 不得不 那這個我們就會探討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健康和社會不平等 健康和社會不平等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議題 他在健康跟他的所得之間 他必須拋棄他的健康 而這樣子做對嗎 所以你已經告訴我們說 你要修正撤回了 但是我要告訴你說 這個議題每個勞動部的人 都必須回去好好地思考 而今天不是像你們講說 很多女性勞工說要的 學者要的 我覺得聽這樣講都忽略了 他背後為什麼要 忽略了這個國家政府的角色 那忽略了健康不平等的 這種社會不平等 真的是也忽略了 我們這些公務人員 到底對母性女性勞工 尤其是生產完 叫人家趕快生孩子 說人口危機是國安問題 結果你們是這樣子對待我們 還在三八婦女節送給我們 這樣的一個荒謬的大禮物 更荒謬啊 這個是我的前言啊 大家都經常想說 立委趕快質詢結束 那我也是故意要 向大家報告 今天我也是故意要調到最後一個 那大家覺得說 你超死了這些公務人員 可是我想我們人民真的 人民的心聲勞工的心聲 需要你們好好聽一下 我每次都聽完一整天 覺得你們對委員的這個質詢 講的回答的這個內容 真的是太荒謬 荒謬到我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再跟你們再溝通這樣子 那我現在要 要再救教育勞動部 因為我們今天還有一個提案就是說 還是要對於 現在預告修正的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 第46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 我們也希望能夠終止 然後呢 你們在這個修法裡面呢 有幾個重點 其中一個重點是 一個是所謂的專業 專門技術性的外國人員 來就所謂的專業的白領外勞 但是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現在要看到前一階段 你們已經放寬的 僑外生平點制的適用範疇 事實上僑外生啊 從原先只有學士以上的學位 已經放寬到取得我國秉級 及以上技術式證照的 海清潔業班 及高職建教僑生專班 畢業生的評點了 事實上就是說 從大學資格 僑外生來為例 從大學資格已經放寬到 這兩種的高中資格了 甚至是非正式學歷的資格了 那外籍人士我先不講 我先講僑生好了啦 部長你知道在台灣 境內唸書的僑生有多少人嗎 一年畢業大概有五千多位 一年畢業五千多位 對 五千多位 所以他 我這裡看到的數字是這樣子 東協十國有九千多人 香港有七千三百四十人 這個是一百零四年 澳門有五千零一十三人 所以這個 香港加澳門加起來是一萬兩千三百五十三人 這樣子對吧 大概是這樣一萬兩千三百五十三人 如果讀個三四年的話大概一年畢業就是五千到六千 沒關係我覺得一百零四年統計所有全台灣的僑生有 香港澳門的一萬兩千三百四十三人 然後香港澳門以外的東協十國大概是佔了四成啦 然後四成那香港澳門大概超過了一半以上 那我要問你一件事情 因為我想到Freddy啊 我們的林常佐林委員啊 前幾天在外交委員會說 所謂的僑胞 需要一個精準的法律名詞定義 但據我所知 僑胞還是有法律資格的啦 僑胞何謂僑胞呢 你知道嗎 僑胞就是他的祖先是應該是華裔 這樣子不算是法律界定的名詞吧 要有一個法律能夠框架出來的一個法律身份的界定吧 這個我沒有研究 僑胞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 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人士 所以簡單來講他是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人士 那他們號稱說那這樣子有多少人 外交部都會估計四千萬人 所以林常佐 Freddy會說 蛤 那我們兩千三百萬人還要再去負擔起這四千萬人的很多的包括就醫的就學的包括一些福利的這一些幫他們擔負起這樣的一個責任的話那恐怕擔負不起 這是之前林委員的論點 但是我是今天要提出另外一個論點 因為我們本來以為說這個讓低薪白領外勞開放不會適用在中級的人士 就不會適用在中國人士上面了 那有沒有呢 部長 因為所謂的外國人 中國級的人士是適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不是適用所謂的我們這種外國人的相關規定嘛 所以我現在問你就是說 我們放寬這個低薪白領外勞 會不會有中級人士來台就業的問題 這個絕對不會 我們在各種場合都說得很清楚 因為只要是中級人士 他一定要透過那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申請 絕對不會有對不對 對 大家都覺得說絕對不會有 那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喬生 喬生來自香港和澳門 以香港籍和澳門籍的喬生 而言他們會不會具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份 而且他們是佔喬生百分之六十喔 將近百分之六十的比例 喬生 佔了香港澳門的喬生 佔全中華民國喬生的比例 將近六成 他們有沒有同時也擁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這個我是不太了解 不然有可能會有 有可能會有 可能性有多高 如果他們究竟拿的是香港或是澳門的簽證進來台灣 那香港和澳門簽證的國籍是哪一國 因為我們現在跟港澳之間有一個港澳的一個條例 所以他就是依照港澳條例的方式來處理 我知道啊 但香港跟澳門畢竟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嗎 他是他的領土 但是他們這個政治體制是不一樣 怎麼會不一樣 他是他們的人民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啊 他的管理的方式略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他們的身份 仍然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這一點應該是毋庸置疑吧 在法律上就是兩岸關係就是中國大陸 就是依照這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 那麼在港澳這一塊呢 他就是一定要使用這個 我現在就是要告訴你這一塊 對 就是說事實上呢 本來我們對於白領外籍人士來台 以服務業為例 基本上要到服務業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自由貿易遊戲規則裡面 服務的流通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 包括可能我們跟很多個國家都有簽這個服務業流通的這個協定 但是呢 服務業的要流通很必須要具備的條件是語言和文字的能力 那所以呢 服務業的開放或是服務業的這個需求 當然是以能夠負擔本地我們台灣的語言和文字 它才會對台灣的就業環境造成衝擊 所以呢 我們大家都想說那引進這個所謂的專業的白領的外勞的 我們必須要講 這件事情台灣從來沒有不開放的 台灣一直都是開放引進專業的白領的外勞的 那現在我們唯一質疑的是說 你把薪資門檻給拿掉 薪資門檻給拿掉了以後呢 我們又看到你根本就已經在2014年就偷跑了 2014年的僑外生評點制度啊 的確讓僑長跟外生啊 留下來的 留台工作的人次有大幅的成長 那我們現在 檢視一下 劉台到底是僑長還是外生呢 的確僑長的比例會增加 那我們就再去看一下 僑長到底在台灣有多少人呢 那的确是六成都是香港和澳门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些人的确是拥有语言上 比其他的外籍人士 还更具有在台湾 从事服务业的优势 所以这些人留下来比例会更高 所以我们如果不设门槛的 不设薪资门槛和专业门槛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他们条件放宽了以后 香港和澳门的来台从事的 这种方便性会更高 那我们也不是说反对 但我要跟你讲 这个对就业冲击 就会产生排挤的状况出来 所以我们就要请问你 就是说你开放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们对国内就业市场的取代 排挤和低薪 拉低薪资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你们做了哪些评估 所以我们一直要叫你们做评估 结果你们拿出来评估 评估都只有三页而已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说 以乔外生为例 当你们2014年取消薪资门槛 然后改采评点制以后呢 我们看得到 乔外生留台的工作人次大幅上升 但最高薪资马上从2013年的48万 到2014年降成31万 到2015年就降成27万 最低薪资 乔外生在台湾领的薪资 最低薪资马上从2013年的31520 降低成2014年的2万2千元 到2015年就看到乔外生留台工作 领的最低薪资是 基本工资叫2万08元 如果不要拿最高跟最低 拿中位数薪资来看 2013年原本乔外生平均领的薪水 是42,810元 到取消薪资门槛以后呢 到2015年剩下36,025元 这个薪水是在往下掉 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没有薪资门槛 所有这些所谓的外籍服务业人士来台 他的薪水就是往下掉 那我们知道这些人如果是语言 文字能力符合台湾服务业市场老板的需求 那他的确会跟台湾国内的 这个青年就业产生这个互斥的现象 会产生工作的排挤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才要问说 你们举的举了很多理由啦 那我要问你部长 其他国家揽财的薪资所得 都没有人设门槛吗 这先跟委员报告啊 就是那个乔外申我们是去年就做了一些这个放宽啊 但是 对我说我才指出你们放宽以后薪资都往下掉了啊 事实上只增加了500人啊 跟我们没有放宽 不是500人 你从1693人增加500人是增加三成哎 对就是增加了 而且现在条件继续放宽 未来是没有设上限 没有人数限制的呢 我们本来去年开放就是希望达到2500 结果也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啊 就是事实上大部分乔外申 他们还是选择回国啊 就是他也不太愿意再留在这边啊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评估是 他留下来的人数 他愿不愿意留是他的意愿问题 我现在告诉你的是说 他留下来的 有没有排挤台湾青年就业 对我就是 那有没有拉低台湾低新化的 这样的一个趋向趋势 我就是要跟委员报告 就是留下来增加 就是跟前年比就是增加500人 哦我就跟你讲 跟前年比他的成长率是30%了 但是他在整个就业市场 我们每年的这个就业市场 大概有一二十万人的这个就业市场 他是很低的 对一二十万人就业市场 对那个两位数的失业率的青年就业来讲 这个都是一个工作 一个排挤 那对青年来讲就实际的 一个人就是一个失业 就一个 一个人没 还有靠父母 在那里啃脑的问题在那里啊 所以那跟你讲说 就这个问题之外 人家外国懒财 人家都没有设薪资门槛吗 所以我在问你这一件事啊 外国啊 很多国家都没有设这个薪资门槛 哪些国家没有设薪资门槛 像 现在看到的欧洲国家啦 西方国家啦 加拿大啦 英国啦 澳洲啦 哪一国啊 加拿大 英国 澳洲 纽西兰 他们 大概都是 要求学历 年龄 工作经验 语言能力 大概主要是评估这些 你看的跟我看的可能不是很一致 因为人家也不是放在救福法里面 人家都看在 放在移民法里面 跟移民绑在一起规范的嘛 对不对 以美国为例 美国 最喜欢延览专业人才 而且也延览专业人才政策 做得最落实最彻底 他们还放到移民政策里面 我这样描述基本上 应该不是错误的吧 那美国有没有设薪资待遇门槛 我们这边资料没有美国 但是就是 目前收集到的这些 这些资料 美国有没有设薪资门槛 有没有 如果你们要一个这么重大的 劳动政策的这个变革 你们想必已经做了很多政策的研议 那想必资料也收集 各国政策也收集得很齐全 那你们最常讲的所谓的 专业人士的吸纳 都是以美国为典范和榜样嘛 美国就是因为各种各国的人才 海纳百川才成就其为强国和大国啊 那美国到底有没有设薪资待遇门槛 他是当做一个这个参考资料 他并没有强制规定一个薪资门槛 但是你如果说有提出薪资的话 他可能申请在审查的过程会他 对他会有加分嘛 部长 美国是绑签证 你有特殊专业 你就有特殊签证 你从H1B 持有这种签证的工作职务 他就会有不同的最低薪资保障 你持科学文艺教育的EB1的签证 就有EB1的不同的最低薪资保障 所以还有这种临时调派的等等 他们每一种签证都有最低的 待遇薪资保障 其实要给专业人才说 你来我们会给你 至少会有多么优渥的条件 保证你绝对薪水不辜负你的才能 请你大家到美国来为美国效劳吧 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他们保障专业是说 你来我一定保障你拥有基本的报酬 来回馈你的智能和才能 美国是有的 你说英国 英国更好玩了 他说年薪超过4万英镑 可以获得5年签证 年薪超过2.4万英镑停留 不得超过一年 某种程度这也是一种门槛 你讲来欧洲你怎么没有讲德国呢 德国基本上他的薪资待遇虽然没有强制 但是呢欧盟他的待遇是欧盟成员国平均工资1.5倍以上 都是1.5倍以上 以新加坡大家最喜欢讲新加坡 作为亚洲吸纳各国人才 台湾很多也是被新加坡给吸走 新加坡有没有薪资待遇门槛 有没有 部长 我们这边是 这边收集到没有 你们连这个资讯都没有 那你怎么决定你们的 研议你们的政策出来的 新加坡也是分签证类别 给了三种签证 P1 P2和Q1 以P1你得到就业准证 P1那一级为例 你的固定月薪是8000星元 P2固定月薪是4500星元 最低一级叫Q1 固定月薪也3000星元 合台币大概都7、8万 怎么会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人才会流出到新加坡 人家有一个吸力 而我们有一个推力 我们的推力就是保障 2万08元的最低薪资 人家新加坡的吸力就是说 我的Q1就有3千亿万 保证台币大概8万元的薪资 所以我们真的要揽财 你要思考 你要保证最低报酬 跟他的才能是相当的 所以人家才愿意来 结果你们取消了这个 薪资门槛 薪资门槛是怎么来的 部长你知道我们47,971 47,971的数字怎么算出来的呢 依照当时的一些专业人士的薪资 所做出来的一个平均 精准的讲啊 不是这样子啦 是服务业越平均薪资吧 当时服务业越平均薪资 如果台湾的服务业的越平均薪资 47,971 你们雇主都不愿意给这些专业人员了 还要拿掉了 如果以这个桥外申为例 你说台湾栽培这么多要留住桥外申这种人才啊 那你怎么会给人家208元呢 难怪留不住真人才啊 留下来就是 在这里 他208元他能接受的人嘛 所以你刚刚讲到重点了 留不住啊 桥外申也不愿意留下来啊 一年多500个啊 为什么 因为你的薪水比香港 澳门还要低啊 他当然留不住啊 结果你连47,971 你就拿掉 那请问真正的人才 桥外申看到47,971都没有了 就要跑了啊 那你说你拿掉这个东西没有 你能够留住什么人才啊 然后你的所值的理由还有一个啦 你所值的理由还有一个叫做新创产业啦 新创产业需要啦 部长你说说一下 你这样子拿掉薪资门槛 还拿掉专业门槛 然后呢 你们引进低薪白领外老的需求 甲介的名义叫做新创发展新创事业 那你讲一讲 怎么个发展法 如果连47,971都没有 那你要怎么发展 那这整个是一个配套啊 就是不管是经济部或其他部会 有在鼓励一些新创产业 新创事业的成立 也就是说这些startup 这些新的企业呢 我们鼓励他们 政府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融资贷款让他成立 但是他成立呢 他还是需要员工 那么员工呢 他们很可能是 刚开始的时候 不会有这个47,971的这样子一个 因为刚开始的这个炒创期 所以常常 我们现在是两方面的限制 一个是对于这个 劳工要有47,971的薪水的限制 第二个就是引进的这个事业呢 必须要有500万的这个资本额 那么每年的营业额要超过1000万 这些都是对新创产业的一些限制 让他无法在台湾这个立足 那你可以在雇主 这个所谓的资方这一边 他的事业引进这个外劳的这个门槛的 这个事业的门槛可以拿掉 那你干嘛拿掉劳工的 因为我们看到 所谓的新创产业 其实是从这个 资金区内事业单位 创业拔萃方案 具创新能力的新创事业认定原则 的事业单位 好我们就看到你是这样子 OK 那我们更好奇是 如果是真的一个 引进优秀外籍白领 要跟我们台湾人合作 这种新创事业的话 应该是合伙股东关系 而不是聘雇关系 如果是聘雇关系 那么就是台湾自己的企业主要 要一个劳工而已啦 所以这个新创事业 简单来讲 什么叫新创 在法律名词里面 什么叫新创 只要资金区里面的事业单位 都可以叫新创吗 还是说 具创新能力的新创事业 那什么是创新能力 法律用词界定在哪里 还是说只要新设立的公司 都叫新创公司 还是要符合文创法的才叫新创公司 还是通通 你都没有界定这个东西 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宣称 自己是新创公司 然后用新创公司为名 就说他要引进低薪白领外劳 我们要讲说 新创事业跟专业的白领外劳关系 可能我们更鼓励的是合伙关系 而不是取消这个雇主 聘雇外劳的薪资门槛 这么便宜形式 那如果是这样子 就只要便宜的公而已啦 管他的 所以台湾的新创事业 也想到东南亚去布点啊 如果他是一个公平贸易 和一个新创的 他想要跟外国这些专业人才是合作的 他们的合伙关系 股东关系 那应该是分红分立关系啦 如果他要的是便宜劳工 那当然要取消这个薪资门槛 因为那雇工嘛 雇工就不是伙伴喔 也不是合作喔 他只是拓展海外的点到外国去 请便宜的劳工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到底要保障到什么强度啊 所以我们在想是说 你要不要强调 研满国外人才入股 投资新创事业 应该要有参与分配股权的保障 对啊 我们非常希望 有印度的软体的人才 来台湾 跟台湾的年轻人 一起合股 一起合作 大家来经营一个新创事业 我们想希望啊 可是他们两个关系 绝对不会是雇佣关系嘛 可能是一个股东合股关系啊 所以我们这样这个 研满人才应该是要 参与股权分配的保障啊 这样的设计啊 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说 一个法律上 什么叫新创名词 部长 你们做一个政策的研议这么久 你们从法律面来看 你们所定义的新创事业 什么叫新创事业 当然新创事业在 各个部门 都会有一些定义啦 刚刚委员所提到的 大概有一些 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不过我就是说 刚刚委员讲的那个薪水的部分 我同意委员刚刚所说的 他应该用入股的方式 这个应该是正办 但是有时候呢 可能大家就是 在这个 好比说是同学啦 或者是在网路上 大家有共同的兴趣 那么愿意在一起开始 开始创设一个公司 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走到说 大家这个分 就是入股的方式 可能刚开始还是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当作一个主导者 那么其他人大家参与 那么开始的时候会 就开始营运 那么因为一段时间 像现在入股的方式 也有很多啊 可能可以用 用这个智慧入股啊 是啊 技术入股啊 这些方式都可以入股 但是那个他前面 一定要有一个 大家合作的一个磨合期 我相信你的这个能力 我才可能会 跟你谈入股的事情 是啊 但是一开始绝对不会是说 我找你来 我是老板 你是劳工 我付你多少薪水 然后最好薪水是越低越好 绝对不会是这样子嘛 如果是一个新创事业 伙伴关系 要共同来研发 一起合作一个事业 那就不是雇佣关系了嘛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样的放宽薪资门槛 引进的低薪白领外劳 把这个东西拿掉 会拉低我国的薪资啊 所以呢 外国 我在讲外国 我看一看外国这些例子 他们第一个 他们还是会有薪资门槛 第二个 他们在评点里面 就把专业门槛放进去 没有人像我们 只要符合这个政策就20点 没有哦 人家搞不好是越年轻 点数越多 学历越好 工作经验越好 点数越多 台湾不是 你现在的改制是改制成 只要符合政府的政策就20点 总共才60点 会讲华语 港澳语 就有20点 随随便便 毫无门槛啊 所以我们在看外国的移民 他们是第一个 绑在移民政策下面 他们真的是要吸纳 专业的人才到国内来 看外国 看美国 看德国 所以在这种状况里面 他们有配套 他们会先盘点 国内的产业需求 那这两件事 第一个 真正产业里面 属于劳动短缺的产业 有哪一些 要盘点出来 第二个 我们国家作为 未来要发展的重点型 策略型产业 会需求到专业人士的产业 有哪一些盘点出来 一个是未来型产业 一个是 可能是 没有那么未来性 结果劳动力需求短缺的 那要补助进来 所以他们在 给予外籍专业优渥 优渥的薪资 保证他最低薪资保证 然后在学历专业为主导下 进行评点 人家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配套 可是我现在问你 你盘点过台湾的服务业 哪些是劳动力短缺 市场上是 供少于求的吗 然后你们盘点过 台湾政府重点策略型产业 需要什么样的人力 这个东西 要调整出来 所以我们要延览这个 然后给他们最好的 最优渥的报酬 然后给他们保证最低薪资 然后我们要筛选真正最好的 还有专业和学历 再配合评点进来 有吗 你们有做过产业盘点吗 那你简单告诉我好了 以服务业为例 哪几个服务业的项目是 人力供过于求 哪几个服务业的产业是 人力供少于求 我们现在的服务业大概做这个 国际行销的这部分是不足的 那需求多少量 哪一些是充分足够的 那需求不足的 就是它少多少 所以我们要开放多少 要精准啊 这个当然 我想委员在上次的工庆会 委员已经提出这个意见了 所以我们事实上现在已经在做 这方面的这个分析 所以你们还没有分析出来 就以服务业为例 各服务业的各项目 它的产业工人力 产业人力的供需 这个情形调查 你都还没有做的话 当然不可能去 直接公告你就要 上次委员提了几点 事实上我们在做的做法 跟委员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 到底是哪些产业别 应该是我们应该要考虑开放的 这个产业别 我们现在正在盘点 你要盘点 那你要告诉我们 它缺 为什么缺 缺了大概多少人 那历年来的 这个人力盘点的那些数字 都要公布公开 要透明 对这是 就是第一个服务 那哪些是功过于求的 功过于求 服务业功过于求非常多 否则年轻人失业率 不会两位数啊 年轻人失业率 为什么两位数 现在跟委员报告 就是我们每年的这个 这个求工比啊 就是企业来求 求财的人数是 高于这个求职人数的两倍 就是有很多工作缺在那边 但是 但是我们年轻人不愿意去做 为什么 那为什么失业的青年人 言下之意是 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做 所以年轻人是故意要失业 不想就业 年轻人是贫大吗 还是喜欢在家里面 喜欢钱多事少离家近 所以都不满意 所以是年轻人的教育 有问题吗 还是年轻人的专业不符合 这个企业主的需求 因为你刚刚讲的讲法是说 年轻人 你说现在是大量的企业主 找不到劳工 现在就是求工比是一比二嘛 就是企业主 你这有没有分蓝领跟白领 我们是全部一起算 对啊 那你可能把蓝领的数字 灌进来了 蓝领的数字灌进来了 对这个蓝领 那普遍我们都知道蓝领是缺工 是没错的啊 但白领 我们今天讲 因为你讲的是服务业的低薪白领外劳啊 所以我们在讨论是服务业 所以我们就 你拿服务业的数字出来 讨论会比较精准 对 那服务业有供求比这么大的差距吗 因为你要做到那个 所谓白领的管理阶层 你还是要从基层做起嘛 所以我们的年轻人他 不管管理阶层还是基层 就整个服务业的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情形是怎么样 我刚才是要求你服务业里面的各单项的劳动力供需调查 那你还没做好 那我就不单项 就整体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比例情形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那个有没有资料 那个资料可能我们今天没有准备 那如果部长你不知道没关系 那个署长不知道吗 我跟委员那天您讲的这些意见 就是包括那个产业的分析 我们正在要去做处理 如果你们这些服务业 这个产业整体的 总体的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情形调查的样貌 你根本都还没有掌握 更不要讲服务业里面的各种形态的 单项的个别的市场 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样貌 你也还没有掌握 那你怎么可能去制定出来说 你马上就要修法 要预告这个引进低薪白领外劳 放宽就业 那你怎么没有想到说 你都没有掌握它的样态 劳动力人口需求的问题 你引进来了以后 会不会更大幅的冲击台湾的就业市场 然后会不会拉低台湾的这个薪资 这个薪资的给付 你都没有 你怎么可以贸然的就说你要做呢 当然我知道 这个压力比较不是在于劳动部啦 可能从劳动部的上层指示下来的啦 我想跟委员报答 我们针对这样的部分里面 我们这礼拜开始要把这些问题 一个个理清 理清以后找到一个可以共识的 就刚刚您讲的服务业这一块 要怎么去把它框定它的业 职业的类别跟职能的部分 那这个出来它是不是有一些缺出来 或是它的需求在哪边 因为我们整个跟产业部门里面还要在做协商 所以我们在共识会议的时候要先厘清这个范轴 范轴确定以后 我知道啦 那是你未来要做 但是我告诉你说 当你要宣布开放地心白领外劳这个政策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去分析 你每年移出的白领技术人才人数是多少 他们是基于什么原因出去的 那你有没有分析台湾服务业的产业需求 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人劳动力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或是过剩的地方在哪里 那冲击是什么 我一直在讲这个过去你都没有做 结果你竟然贸然做这个 然后被人家指以后 你说好我们回去好好的做调查 是啊你应该要好好调查 但是我又回来 当你们这个状态样态都没有掌握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就直接静置的 静置的放宽桥外声的这个评点制 事实上只有桥生大概会留下来比较多 而我刚才又问到说 事实上桥生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那也具备也应该要有准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 他才能叫做桥生 那在这种两种身份之间 那他语言文化有相对其他外籍人士有优势 那他们留下来会不会冲击 那你说他们不会留下来 因为薪水太低所以他们也不想留下来 所以冲击不大 这个都讲得倒果为因 所以可见归纳起来 台湾最重要的劳动力市场 或者是台湾所有的产业 都有一个非常结构性的问题 台湾的劳动政策 劳动问题都来自于这里 那叫做低新化 薪水太低 台湾人要跑出去 薪水太低 低到连港澳可能要留下来 你给他放宽资格要留下来 他也不想留下来 薪水太低 低到这个妇女说我宁愿牺牲健康 我也要半夜加班 这样子才能领的比较多 我才能养家糊口 薪水太低 低到大家年轻人说 你给我这个薪水 我大学毕业去领208元 他不干 所以青年就业 我不晓得了 是不是有这种问题 薪水低 结构性的低 还是政府代表从22K拉起的 压下来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 我跟委员说明一下 就是上次公听会以后 我们事实上有在重新检讨 这个薪水的 要不要放到这个 平点的项目里面 事实上现在也在评估之中 就是说但是要放的话 是还是47971呢 还是要做一部分的调整 是还要在 现在是初步的共识 是认为应该要再把它放到 这个平点的项目里面 所以这个是已经确定的 但是金额是多少 我们还要看现在的一个 这个现况的一个比例 我们需要说你放多少 他对台湾的就业 冲击 还有造成低新化的这个影响 他会有多大的影响 那个都要评估出来 你们要请人家去做专业的评估 对这个 我们不反对专业白领外聊来 但我们希望从外国来看 外国都设有薪资门槛 不是没有 也因为设有薪资门槛 所以台湾的人才会被拉走 台湾的年轻的专业的人才才会被拉走 而我们今天到底是要帮企业主找更便宜的白领的这个服务业的劳工 还是真的要引进专业人才来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那我刚刚从哺乳讲到这个专业白领外劳 我在讲说这个七天假 七天假也很简单 因为你们 也是说要跟那个公务人员一样 反正 那你要先给我们周休二日 不要讲太多假不平等 或是刚刚洪池庸委员讲的 那个本来就不平等 周休二日你们会提修法吗 会将立假从七天一天 变成七天两天吗 这个都是逐步逐步的来达成目标 不是说你们会提吗 我们现阶段没有要提 没有要提 因为当初在跟这个社会对话 劳资在对话的时候 大概大家就是先达到一周四十小时 这个目标 这是第一个目标 其实委员也知道 我们过去很多的劳动政策 都是过了一坎再过一坎的 其实不是一口气就可以达到的 这个资方的反弹太大 我同意 那我觉得我们不能同意的是什么呢 你知道我们不能同意的是什么吗 过去劳工 辛辛苦苦争取了十五年 十五年来 从双周八十四 好不容易这样子一直推 推到一周四十小时 这个过程呢 很多人游行抗议 然后去倡议 然后立法委员的游说 然后行政院跟雇主跟资方 还要不断的讨论再讨论 然后我们在立法院 要一次讨论再讨论 一读二读三读程序才有效 结果你今天 好像给我们一周四十小时公时了 可是呢你们劳动部就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透过行政法规的公布 就直接把七天就拿掉了 要争取一周四十小时的公时 努力了十五年 结果你们在办公室签一个公文 就让七天的假就没了 这跟委员报告 这个也是当初在 跟社会对话里面的一个配套 不然资方连那个一周 就是要降到一周四十小时 都表示有很大的困难 那就是说配套就是 全国的国定假日一致 那一致当然就是 劳工要降到要减七天 这是整个的配套 我们是一个package 在跟他们谈 但是不能这样子 因为事实上你们是一个package 可是在立法院这些立委 便宜行事啊 先通过了一个四十啊 然后欺骗劳工事这样子 我给你四十了 事实上是没有周休二日吗 周休二日那个 我知道要修三十六条 那个可能是我们 下一阶段努力的目标了 没有周休二日以后 事业单位还是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 其实也不用你给我们修周休二日 我们本来就在周休二日了啦 百分之 这个七十的产业 劳工 都有周休二日了啦 本来 没有法定的时候就有了啦 将近五十五六十啊 六十了 OK六十好了 我刚刚讲七十我们修正成六十也没关系 百分之六十的企业本来就周休二日了啦 那现在他不周休二日了 你改成一周四十小时 他也不周休二日啦 因为他可以变形工时啊 上班六天啊 再加一点这个 这个加班费或是什么的 不给的还是不给 给的早就给了 结果呢 你这个修法对于不给假的人 他们会变成给假吗 一周四十小时公尺 百分之四十 不能周休二日的人 你觉得 把他修成一周四十小时公尺 他们会给劳工周休二日吗 你的评估啊 起码他 他要是说要他工作的话 他应该要给他加班费 哎 我在问你 我们很多劳工而言 是我们不要加班费 我要休息啊 那你觉得 法律修成这样子 那四成的雇主 会给加班费了事 还是 给劳工放假 我们最近有去做一些了解 有部分企业已经在调整 就是他不愿意出加班费 他就是要给他两天的休假 那个比例占多少 我还不能掌握全面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 就不愿意 也不愿意给他这样子 就是把这个假日呢 不愿意给他的居多吗 对 我现在 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 不愿意的居多啦 这是1月1号才开始 所以跟你讲 周公时40小时 对于周休二日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影响 没有周公时40小时 在休的六成 已经本来就在休了 四成不休的 还是大多数都还是不会休 结果这个是 立假的 法定的问题 没有修正了 结果国定假日 你们坐在办公室 一直行政命令 就又拿走了劳工的七天的 国定纪念日的立假 休假 抱歉 立假也没有 也没有拿到好处 你们改这个法律 也没有拿到好处 结果休假又被拿走七天 所以就是我刚才讲的说 那你如何怪劳工不生气呢 难怪他们要进劳动部里面去占据 不过跟委员报告 假设设想另外一个情境 就是我们回到去年修法之前 就是他们还是两周八十四小时 那也就没有减这个国定假日的问题 那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削减问题 那劳工会觉得当时的情境 比现在的情境还好吗 劳工当时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基本上是希望周休二日 其实不是说要加班费 是要周休二日 我一开始就讲了 台湾的劳工 他的过长的工时 工时过长过劳 一直是台湾 是全世界的前三名前四名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包括议事组 我们在座的也都过劳 包括公务人员 我们知道也过劳 当然不受劳击法 包括立委也是过劳 老实说 全台湾人都过劳 真的 这政务官也过劳 政务官也过劳 没有错 老实说台湾 每个人都过劳 难道我们在过劳状况 我们都可以摄身处地的小说 给你那几百元的加班费 一百元两百元 跟给你休息一天 你当然要休息一天 老实说 很多问题都跟这个有关 包括你去诊所 我看不到医师 医生也说我过劳 我礼拜六 礼拜日我门诊要休息 大家都在过劳了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 所以我原讲那个36条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下一阶段 修法的一个目标 就是除了这个一个 一天的例假日 还有一天的休息日 好啦 没关系 因为我们当初立法院的决议 就是要改审查 所以我们再来审查 等审查的时候再说 好 不好意思 给大家占用这么多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 谢谢大家